郭彩杰在2007年一歌手身份出道 随后转型为演员在电视剧《无敌三宝妹》中担任女主角 她应在电影小时代中饰演孤里一角 而在中国爆红随后将事业重心转移至中国 她在受访时经常操作一口北京枪 也引发了不少话题 此外郭彩杰的外貌风格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不再是当初清新可爱的形象 最近郭彩杰在米兰工作 并透过IG分享了与朋友们的合照 这件照片中她依然顶着短发与朋友们搭肩半鬼脸 无关夸张变形毫无包袱的模样引起关注 部分网友称赞她看起来很可爱 但有网友认为她与过去的形象差别很大 原生之感叹她不再有刚出道的灵气 引发了两派网友议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